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发现天王星以后 天文学家们都想目睹这颗大行星的真面目 但是在人们观测和计算当中发现 天王星理论计算的位置和它实际观测到的位置总是有误差 而且这种误差在15年间扩大了6倍 这么大的误差对于天文学家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于是科学家们推测 一定还有一颗大的未知的行星对天王星产生了吸引力 所以影响了天王星的运行 但是这颗星是怎样的一个未知的大行星呢 它离天王星有多远 质量有多大 运行的轨道又是如何的呢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看来只有通过古怪的天王星的运动 来推测这颗未知的行星的运行轨道了 后来英国的年轻学者亚当斯和法国的天文学家勒威耶 分别推算出了这颗未知大行星的假设轨道和质量 于是天文界很快找到了这颗新的行星 它就是海王星 后来人们称海王星是从笔尖上发现的行星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要跟您讲讲 临近秋分 地球我们人类的宇宙飞船 让我们继续为期一年的绕太阳宇宙的旅行 过不了几天地球就会到达秋分点 秋天来临了 是不是我们早就该到达秋分点呢 是的地球姗姗来迟了 地球走过黄色标志的夏天一半轨道 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而走过蓝色标志的冬天一半轨道 花费的时间要短一些 核对一下你的日历 从秋分到春分相隔179天 从春分到秋分却相隔186天 地球走过这段夏天一半轨道 要多费7天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地球的轨道稍稍有点扁人 当地球接近太阳时 它的运行速度要比远离太阳时快一些 就像双在绳子上的 做圆周运动的一块石子 当绳子长些时速度就慢一些 当绳子短些时速度就快 7月份地球离太阳更远些 速度慢下来 在1月份地球离太阳很近 速度就会加快 这就是开普勒定律 自从17世纪以来 我们就用这一定律 计算行星的运动 飞船的路径 以及每天使用的日历 当太阳 月亮和地球 有序排列成一线时 月亮的影子投射到地球上 这就发生了日偏时 两星期以后 月亮走过了围绕地球的一半路程 正好到达了太阳的对面 它被太阳照亮的一面 全部朝向地球 这就是满月时刻 地球把它的影子 投射到太空 这是一个巨大的 有一万三千公里宽的锥形体 每天黄昏 日落西山 我们就进入到地球的影子中 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当日时以前或以后的两星期中 地球的影子落到满月上 使之变得昏暗 这就是月时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地球 在太空中的影子 当月时来临时 月亮呈现红色 在太阳光线射到月亮以前 光线掠过地球 穿过大气层 大气层吸收了所有其他颜色 只留下红色 就像日落西山时那样 而后又反射到月亮上 这样月亮泛红的光 就属于日落时的那种光线 有时候当满月升起时 它已经进入了地球的影子中 并被落日的光线所染红 那么为什么月时发生在满月的夜晚呢 每过四个星期 月亮绕着地球转一圈 与此同时 在背向太阳的一面 地球的影子投射到太空中 看不见了 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 地球还有一个影子 当月亮面向太阳时 我们看到它的整个表面被照亮 这就是满月 这时在太阳的另一边 正好处在地球所投射的影子中 因而正是满月时刻 月亮在太阳的另一边 穿过了地球的阴影区 太阳比地球大 所以地球投射出的 追行影子边缘是一个朦胧区 最初月亮进入到这一朦胧区中 然后再过两三个小时 就几乎被地球的影子完全遮盖 然后再进入半阴影区中 几小时之后就穿出了影子区 两星期以前开始的 美妙的行星际旅行就要结束了 当月亮看起来朝着土星飞去时 以下就是所要发生的事情 当月亮与土星排成一线 以前的那个夜晚 月亮在土星的右边相距四个指幅 它们并排着在太空中一起穿行 到了夜晚 月亮继续在它的围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 看起来仍然向着土星运动 到了次日清晨 月亮与土星两者只相隔两个指幅 早晚之间两个指幅的间隙 就是月亮在它轨道上一夜之间所走过的距离 三万公里 只不过是你两个手指的宽度 然而当月亮围绕地球运转时 地球也继续绕日公转 由于地球运行得非常快 月亮的轨道是纵向开启的螺旋线 一夜之间 当月亮围绕地球运行了三万公里时 地球带着月亮一起 几乎在轨道上运行了一百万公里 月亮的引力作用于地球上的海水 如果月亮与太阳拍成一线 那么它们的引力就形成合力 这样每个月都会引起最高的潮汐 为什么春分的潮汐 即所谓春潮是最强的呢 这是因为除了月亮引力之外 地球自转产生了离心力 这种离心力的方向朝着地心往外 使得海水涌起 加强了潮汐 在赤道上 离心力最强 因为在那地球转得最快 夏天 赤道倾斜在太阳平面的下方 因而夏天时的离心力 与太阳的引力 并不在同一方向上 到了冬天 赤道升到了太阳平面的上方 因而上述两种力 也不严格地在同一方向上 然而 当春分或秋分点 太阳刚好经过赤道 在这时候 离心力与太阳引力 作用在同一方向 叠加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 春分或秋分时的潮汐 比其他时候更加汹涌的缘故 秋天来了 人类给秋天赋予了 很多感情的色彩 有人说 秋雨过后 薄寒习人 月光冷冷 不由得平添一分悲秋的情怀 那也有人会用好的心情 来描述北京的秋天 陶然亭的炉花 钓鱼台的垂柳 玉前山的月夜 谈这似的钟声 还有秋缠的提唱 和结满果实的枣树 其实 秋天是我们的地球 又绕着太阳 来到了秋分点 秋天真的来了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斗转星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一星期 地球到达秋分点 这标志着秋天开始了 为什么秋分 有时候是9月22日 有时候是23日呢 这是润年的缘故 2月29日的迟延 仍然影响到9月份 不过要记住 所谓日历只是一种度量方法 我们尽可能把它调整的 符合于地球运动的 持续不断的变化 春秋分是这样一个日子 那天中午的太阳 正当赤道上空 这是唯一的一天 地球上各地的白天 与夜晚一样长短